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不同的地区 由于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传统习俗 形成的怪谈类型 也是千差万别 比如鬼叔讲的 日本妖怪传说 日本人在心理上 有种神秘主义倾向 通过研究妖怪 探寻日本文化和民俗 欧美都市怪谈的寿书 天鹅人 狼人形象 也广泛出现在了电影 和游戏当中 可你知道吗 中国的乡野之间 也有很多怪谈 潭神就是乡恶以代 梅山文化地区的 乡野怪谈 传言 潭神喜欢偏僻 荒芜人烟的地方 他们经常会待在 山洞 悬崖洞口 河岸边的树下 这样的地方 并把这些地方 当作是自己的住所 他们的住所 被当地人称作 神家 如果有人 无意间跑到了 这些地方 就有可能 会冲撞到他们 当地老人们说 有的人喜欢去山洞探险 无意间就会进入 潭神的住所 一旦进入 潭神的领地 潭神就会生气 再比如有的小孩 在树下玩 折断树枝 用脚踢树干 如果弄伤了潭神 当作住所的树 潭神也会生气 潭神一旦生气 就会拉弓射箭 发神箭打人 被打中的人 会浑身疼痛 发起高烧 就算吃药 也迟迟不退烧 在湖南龙回 和邵阳一带 有一句骂人的话 叫做 你这个没山穿的 弹主打的 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了 那么 弹神出没 都有哪些预兆呢 第一就是 有弹神的地方 半夜的时候 会有鬼火 在周围飘荡 我们都知道 鬼火经常在 坟地附近出现 通常是蓝色 或者绿色 但在湘岳地带 如果有一片地方 是人烟寒至的山林 没有坟地 却有星星点点的鬼火 一到夜晚 就刷刷地亮起 在附近悠悠闪烁 那 此地多半就是 弹神的住所 弹神住所的鬼火 与坟地的绿火 蓝火不同 是白色鬼火 除此之外 传言弹神住的地方 如果恰好是河边 夜深人静的时候 河里的鱼 会自己 啪啪啪地 摔到岸上来 仿佛有一只 无形的手 在控制着它 那就是弹神在捕鱼 如果第二天早晨 有人把鱼捡走 拿回家吃掉 就会发现 这条鱼 是没有任何味道的 没有寻常的鱼肉味 吃起来 味同嚼辣 弹神 有时也会 捉一些小动物来吃 如果看见小动物的尸体 没有任何伤痕 像是莫名其妙地死去 那就有可能 是被弹神吃过的动物 同样的 如果把这些 已经死去的动物捡走 拿回家去吃 也会发现 这些动物的肉 是没有味道的 吃在嘴里 一点也感觉不出肉味 因为这是弹神 已经吃过的东西 弹神这种存在 是从哪里起源的呢 根据湖南的绍阳 龙回地区的 梅山法教记载 在盘古开天辟地 日月星辰三光诞生之后 出现了一位皇帝 叫高兴氏 高兴氏 有一个女儿叫唐英 高兴皇在位之时 边界有个叫做 岳长国的国家 总是来作乱 岳长国国王名叫官 为此 高兴皇贴出告示 如果有哪位能人将士 能够杀掉官 灭掉岳长国 就把自己的女儿 唐英公主 许配给他 天界有一条名叫 楼金狗的天狗 看见这个告示后 就下界来接了旨 楼金狗到岳长国去 把岳长国王官咬死 用嘴巴拔下了官的脑袋 叼着脑袋 回到了高兴皇的 点钱赴旨 高兴皇一看 接旨的是一只天狗 他不想自己的女儿 嫁给天狗 于是 高兴氏便承诺 另举他封官家局 金银财宝 但楼金狗并不愿意 他向高兴氏表示 自己一定要娶 唐英公主 诸位大臣也上前劝谏 说他是游公之臣 皇帝经口预言 应当遵守约定 最后 公主自己也来劝说皇帝 说父皇是一国之君 不能言而无信 高兴氏便赐给了 楼金狗一片封地 取名为 犬戎国 让他和自己的女儿 在封地居住 那么 真的有犬戎国吗 历史上 能搜到的犬戎 是周朝 梅山法教里 记载的这个犬戎国 是最初的犬戎国 比周朝要早 山海经 大荒北经中有言 有犬戎国 有神 人面瘦身 名曰犬戎 之后 楼金狗和唐英公主 生下了五个男孩 三个女孩 五个男孩 便是五路 五方谭王 是最早的谭神 也是后世 谭神们的祖神 谭王在梅山一派中 是梅山诸神之一 是正神 除了这最早的 五位谭神 被称为谭王以外 其他被算作 正神的谭神 都叫做谭主 被供奉在 梅山法坛之上 而民间的谭神 则是没有被人 供奉祭祀的夜神 游走于山水之间 有点 金怪的味道 欢迎评论区留言 谈谈你的看法 本期结束 下期 不见 不散